出發 真的吵了 上一條片 我就在紐西蘭的Rota Vora 玩極限運動 玩到整個傻仔 又笑又叫又哭 最後還無端端說起 Who am I 的話題 如果未看的話 就快點先看 然後再回來看這條 這一集 會是 即是Lucha 其實我沒有讀錯 還有浸溫泉 如果想直接看浸溫泉那些 就由頭看下去 好 現在去玩第一傳Lucha 其實Lucha我在新加坡玩過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咦? 是膠兜來的 然後 那個膠兜上面插著那個椅子 軚盆的東西 咦? 就是這麼多 沒有安全的 怎麼就這樣衝下山呢? 石屎爐來的 這樣 跟我把座帽放進紙盒裡 然後 一滾把他送下山 哈哈 有什麼分別呢? 但我見有這麼多人玩過 我想 沒事的 這裡有三條路線 一條輕輕鬆鬆滑下山 第二條 中規中矩滑下山 第三條 趕著頭盔滑下山 但是呢 我來到的時候發現 有五條的 還要是這樣的樣子 整個消化系統 我見到肚痛 我張飛是可以玩五次的 不如先玩一些沒那麼肚痛的 我開車真的有差不多的技術 但它那個真的不是車 整個膠兜 油門安全帶 怕也很合理 咦? 前面有一位勇士 不是這個 是這個 你看看它 樓梯還沒真的走得穩 我想它三歲也沒有 但它戴上頭盔 即是 它都可以 啊 是坐車而已 等我告訴你 怎樣控制膠兜了 很簡單 兩個動作 拉和拉 是啊 聽住了 輕輕力拉 是油門 大大力拉 是殺制 是不是簡單到不信呢 好了我們走吧 看到人們都去那邊嗎 因為那邊是快線 連BB也去了那邊 我這邊就 看看我的樣子 有沒有那麼緊張 不說以為開飛機 出發 發甲灣 哇 這些又是巡船炒出來了 喂 又是官方 發甲灣 發甲灣 好 當我覺得我自己真是好型 駕駛烈火戰車的時候 看看另外一個鏡頭 好慢到呢 以為聽到後面有人爆出來 嘩 駕駕駕駕駛見到什麼呢 是恐龍啊 嘩 它們真的很有心思 還是因為路線太容易 怕人們太悶呢 但我剛才已經喊到這樣 之後怎麼辦 好了 買站了買站了 我的手已經震到 整隻手好像都避開了 嘩 為何會不站一條位呢 你們看一下這些小朋友 應該是不夠三歲 就已經跟爸爸玩Looch 接著一搭正六歲 可以自己開的時候 已經在這裡飛車了 女生來說我是算大力的 但是這部東西 我搞了很久才能推進去 拿回這個兜兜車上去 上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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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真的超累 竟然被我發現了 第一個隱藏活動 叫住條命 我剛剛再看清楚 其實呢 它真的沒有鎖 我們隨時可以拿起它 其實也真的挺高的 它沒有溝通任何東西 真的相信你 安全安全乖乖地坐在這裡 亂動的話真的會掉死 真是名符 其實的 叫住條命啊 嘩 還有第二個隱藏活動 下面有東西看 讓你看看 野外定鄉啊 當然有些人玩了 這麼多東西都做不夠 再特意放些東西 然後又要去找回它 嘩 但是這裡這樣 真的有時間去玩 今早看天氣報告 說十點到兩點都會下雨 所以我已經想到 唉 怎麼辦呢 玩不玩得成呢 但是我看網頁 它就說 下雨 或者下雪 大部分時候 它都會召開的 所以說紐西蘭人 真的很輕鬆 就是平時 如果聽到下雨 父母當然會叫我們 快點回家 不要碰濕 但是這裡呢 會怎麼說呢 兒子 趁下雪 我們出去衝下山 這個隱藏活動的最後一關 要未到站才開閘 你看我都未到站 哥仔已經不停進我 打開閘了 好啦 那我唯有打開 即是我隨時會就這樣滾下山 這個體力最多六歲的小朋友 他一個人坐車 我已經覺得他很厲害 看一下 他開閘了 都未到站 唉 我究竟是不是沒有生膽出來呢 現在排第二回合 哇 天氣真的超好 多了很多人 玩個難少少的 喂 幹嘛我歪了 這次呢 我穿 中規中矩鹿鹿鹿山 想 向速度挑戰 就是 不拉那麼多駕駛 好像現在這麼高 你看 海車一樣 哇 哇 真的慘 哈哈 我明白 我明白這些痕是甚麼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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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可以看看風景了 又賣站了 我想說我已經領略到一個泊車技巧 就是這樣 把車壓到最前 最前 最前 然後 放到門口 用腳一踢 搞定 在新加坡玩一次 是我第一次玩 其實也是覺得很刺激的 但是來到這裡 怎麼說呢 那個刺激是來自 我看到很多位 都是沒有爛的 就是這裡可以直接衝出去 樹林裡面 說甚麼 有爛你不就是照相 咦 我看到有人 跌了一隻鞋 看到嗎 隔了兩個網 又看到有一堆頭盔 喂 是不是好像我們那些許願池 要扔銅錢 他們是扔頭盔許願 又下車了 你看現在多厲害 早上我舉起了個閘 好啦 真是終極一戰 我現在選最難的那一條 唉 唉 可以了可以了 我知道我好慢了 其實我真的不是一個喜劇演員 就是不用每次都這麼滑溪 我可不可以扔一下呢 Kootora呢 其實一找就會找到地熱 去浸溫泉 第二就是給你了解這個無理族文化 這裡是保留了很多無理族的步驟 因為我說到這麼多節目 其實呢 我想說 我沒有做過旅遊節目的 其實那時候呢 有被我選過 就是我剛剛進去TVB的時候 他說 你想入戲劇 還是主持 主持 會是做旅遊節目 那些 那時候 我覺得我小時候就是演戲 主持方面的東西 就是 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是什麼 我們有請今晚的大會司儀 康靈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呢 就 有呢 就是 很開心 欸 就是 純粹是選擇自己做過的東西 那我就選了 drama 就是我有想過 啊 如果我當時是選Rarity的話 欸 我口才會不會好一點呢 因為我是習慣了講對白 就是別人已經給了對白我 那我只需要去了解那個角色 去了解他為什麼要說那個話 然後說出來 真的 你要去做主持的時候 就是 雖然主持也有稿 但是很靠主持本身 一個人的個性啊 Style是怎麼樣啊 所以我摸不清 我有時候會覺得 咦 那我說的東西這麼像我 阿唐玲平時在做飲食節目 還是什麼呢 這一樣我是希望可以轉變到的 我不是說那個不是我 但是可能有時候是多了一些修飾 或者多了去想 人家是怎樣想我啊 我這樣說會不會不是那麼好啊 這樣的情況 所以 希望有這個改變 咦 有很多照片啊 什麼事啊 我這個笑 多麼滿足 我們這裡除了玩極限運動之外 還有好多東西看 嘩 這把聲音真的用不了很久 對了 我想說的是 我們這裡還有地熱看 還有浸溫泉 現在去啦 其實還沒進到Votora 都已經聞到很大的硫磺味了 進去就會看到一些地熱公園啊 溫泉浴場啊 說起地熱就告訴你 以前的無理族人 是用地熱來做東西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 有一群無理族人 拿著雞蛋 不小心倒死了 然後發現一地雞蛋熟了 從此就在地上玩鐵板燒了 我也是作的而已 好了 入正題了 現在就去溫泉了 我現在去這一間 是有整個百年歷史的 為了拍片給你們看 我還特意預訂了一間私人房 因為公眾那邊很明顯不能拍 但我又很想你們看一下這個美景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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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一個這麼漂亮的景 知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呢? 我在想跟你們 有沒有subscribe 有沒有按鈴鐺 有沒有留言給我 還沒的話 快點去做吧 還有lik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